Dialcine 隔離霜 Dialcine 隔離霜 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湯 今天來跟大家邊聊天邊化妝 Update一下我三月到底在忙什麼 三月終於要過完了 我的三月真的是水深火熱 好我們就一邊化一邊聊 然後順便用一些新品 它的底妝部分呢 現在使用這個Dialcine的隔離霜 它這個包裝超級漂亮 超級美 它這是那種布的材質 然後是這種粉色系的 好美喔 這個隔離霜我的是二號色的 它是這邊沒有那種開關的 是直接這樣打開 關起來 打開 關起來 好療癒 它裡面這個粉撲呢 這個是寬支帶的 然後就是那種像氣墊粉撲一樣 我手上這個呢它是二號色 是這種偏粉色調的 好粉喔 它有那個Dialcine的 那種化妝品的味道 但是香味沒有以前那麼重 好它上起來是這種透明度的耶 雖然是偏粉色但是那種透透的 而且感覺很滋潤 我有點害怕 會看起來潤度很高耶 可能比較適合乾肌吧 好就盡量把它上在臉頰 然後一至這邊我就帶了 就是校正膚色的效果沒有很明顯 因為畢竟它這個系列 就是主打一個光感 然後接下來粉底呢 我要用這個 新版的蘭蔻菱粉感超持久 這個我其實已經有試用過了 我覺得它比舊版的來的 就是沉磨速度嗎 比較沒有那麼快 就是比較不用那麼快速的上妝 可以慢慢上 整個服貼度我也覺得表現得更好 我自己是更喜歡新版的 然後我這邊用這種刮刀 最近蠻愛用這一支的 怎麼今天一拍影片都用的沒有很好 反正就這樣大概刮一下 聊一下我三月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三月份其實本來應該是我 就是工作比較沒有那麼忙的月份 所以那時候二月底的時候 就去報三月份的教訓班 想說可以趁這個時間來學開車 因為我沒有想到三月份的時候呢 我的室友就是把自己的手摔斷了 而且就是剛剛好就是三月一號那一天 剛過十二點剛三月一號 我們去買宵夜的路上 買完宵夜的路上 他就把自己的手摔斷了 就當然就是送醫院啊 然後開刀啊幹嘛的 然後因為他畢竟你知道 就是大家如果身邊有朋友 有手斷掉或是有家人手斷掉 或腳斷掉之類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他們一開始就是會很需要 周圍的人幫忙他們 就是可能換藥啊之類的 或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可能也是需要幫他們處理一下 這件事情就是那種突然來的意外 完全沒有在 就是你知道不會有人規劃自己說 我最近要手斷掉或什麼 所以就是非常突然的意外 然後就很多原本的行程 就是因此而變更變動 然後加上上架訓班的關係 就每個禮拜要播出滿多時間去學開車的 而且因為我是那種 我覺得我算是偏笨手笨腳的人 就是運動細胞沒有很好的 所以對我來講學開車啊什麼學游泳啊 就是都是要 我覺得我是需要比別人更花時間去學習的人 而且因為我也算是蠻容易緊張的 所以如果我沒有花足夠時間去學習 沒有就是讓我自己覺得 喔我真的已經很熟練了 我沒有那個信心的話呢 我考試一緊張就會完蛋 所以我就是一定要狂練猛練練到一個 就是我覺得我真的是已經超級穩穩的 就是就算考試有點緊張也沒有關係的那種程度 我才能安心 所以就變成我真的要花超多時間去練車的 所以我三月份真的就是工作之餘的時間 就都在瘋狂的練車 然後又因為一些因素的關係 所以我四月的時候又要搬家 就是台北本來有一個租的地方就是要搬離開 然後又要回到我這個工作室 所以我這個工作室本來就已經東西很滿了 所以我三月份就是又瘋狂的在整理打掃之類的 所以就真的 我真的覺得我的三月份怎麼可以這麼的忙啊 然後好消息是我前兩天駕照考過了 就是真的是心中一個大時放下 因為我就一直很擔心如果沒考過又要重考的話 那我要再多花兩個禮拜的時間 可能要抽空去練車 然後就而且還要多花錢 就是再重考報名這樣 所以我真的壓力真的是超超超大 就是很希望可以一次考過這樣 你們看這粉底液上來的妝感是不是很美 我真的 這瓶我就滿明顯可以感受到它新舊版的差異 就是新版真的是更服貼 然後更不挑浮況 很喜歡 然後上妝你們又不用就是這樣 分區然後趕快上 就是稍微就是好 你知道一邊講話一邊這樣慢慢上也OK 它沉磨速度不會太快 然後但是它的那個持妝力還是很不錯的喔 它沒有因此而犧牲掉它的持妝力 然後我現在用的色號呢是比較自然的BO03 就是如果是皮膚比較偏黃 然後稍微是比自然偏白再深一點點 但是如果沒有到小麥雞的話 應該就可以用這個膚色 遮瑕膏今天用艾莉老師的這一盤 先用這個比較自然的膚色 蓋一下黑眼圈 我看老師的動態他們最近好像有進寶牙 就有一些寶牙的門式 可以直接試用到他們的產品 就蠻推薦大家可以去試試看的 尤其它的遮瑕膏真的超級好用 你看我這一盤已經用凹成這樣 這兩個真的是凹到一個 就是真的是要完全用光了耶 就是很遮然後也很潤 然後它另外兩邊呢就是還有更橘的這種顏色 所以如果你的黑眼圈是比我還要更嚴重 然後還要更發青的人 就是那個更偏橘的這個顏色 這個應該就會蠻適合的 其實說要跟大家聊 結果一下就聊完了 好像說事很多好像就 欸講兩三句話就好像也結束了 搞得好像其實沒有很忙 然後要講得很忙一樣 我蠻早就認清我自己是屬於那種 我不太能一心多用 就我不太能一次同時比如說學駕照 然後同時學請摩托車 然後再同時學游泳 欸我沒辦法一次做那麼多事情 我一次就只能做好一件事情 所以可能有的人覺得 欸不就考個駕照耶 就是多忙多忙 但是我 其實可能大家會覺得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但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來講蠻困難的 但我自己覺得開車真的蠻好玩的 結果我原本也是想說 就是覺得自己可能會很害怕開車 實際開車那麼可能會很怕很剉這樣子 但我目前就覺得還好 因為我就是現在考到駕照之後呢 我就會現在也是盡量有空 因為還沒有買車 就是我是有計劃要買車 所以我才去考駕照 因為我也是很清楚知道 我如果考了駕照不馬上開 我如果沒有車的話 我一定會馬上忘記 因為我就是那個身體的那個記憶力很差 就是不管是任何的運動 比如說游泳我去年學了游泳 我就是有點開始懷疑 我今年夏天還會不會記得游泳要怎麼游 就是這麼的笨 就是身體的記憶就是如此的笨 就對我來講就是開車就是我既然決定我要學開車 就表示我要買車 我才會去學 學了之後就要常常開 不然我一定會忘記 然後就又不敢開了 但我覺得滿慶幸的是 我覺得我自己還算 比我想像中還算敢開車 所以就滿開心的 而且我覺得開車還滿好玩的 然後接下來我要用也是Dior 他們這一次的這個新品 持久亮彩露 然後我手上還有兩個顏色 都是這種比較 一個就是偏這種淺金黃色 然後一個是這種古銅色 他們還有另外兩個比較淺的顏色 就是白色跟粉紅色 如果是白劑的話 可能就可以看那個膚色 然後這兩個就是比較偏健康路線 其實我覺得這顏色也不太適合我 就感覺可能小麥劑會更適合吧 你看這個古銅色 但我想說應該可以拿來當作腮紅試試看 然後還有一個很悲劇的是 我這個月還感冒了兩次嗎 原本感冒已經好了 結果後來沒多久又在感冒 然後這一次再感冒就蠻嚴重的 就是我那個咳嗽 像我現在有點卡喉 就是咳嗽就一直 有好幾天是一直 就是咳讓沒辦法睡覺的那種 然後我現在直接拿這個古銅色 就是這樣腮紅用用看 好像可以喔 顏色真的是有一點重啦 一開始這樣看起來還可以 但是轉到這邊 這個底色對我來兩個人還是有點深 所以我要用剛才那個 上底妝的粉撲稍微整理一下 讓它融合一下 用量真的是要小心 因為它真的 顏色蠻重的 白肌的話就是我覺得 就可能不要碰 可能跟我的膚色差不多 或是比我膚色再更深的人 可以試試看 它這個顏色感覺蠻適合打 這種橫向的腮紅 就是從太陽穴 一路到顴骨這個位置 有沒有這樣好好的拍開 就沒有那麼突兀了 然後我來試試看 這個金色一點的 舉部再給加上來 在這個位置 然後因為它們顏色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是屬於那種 陽光日曬感的 跟那種韓系的水光機那種亮 不太一樣 但是這種質地阿 我要說老實話 就是這個顏色加上這個質地 就是會比較容易凸顯 那個皮膚的紋理 就是如果臉頰上紋理比較多的人 這個會真的會比較明顯一點 好這邊臉我也上完了 真的就是非常的日曬感 就它其實是古銅色啦 就是很少已經很久沒有用這種古銅色了 就非常的歐美感 然後接下來我要用這種 就它是那種遮瑕筆 它是筆狀的 是那種要削的鉛筆 然後我想要試試看用這種產品 提亮淚鉤 然後我要先在手背上這樣 讓它軟化一點 然後就這樣 直接畫在淚鉤那條線上 好像有點 好像有點可以耶 我原本想說這樣畫的過程中 不知道會不會把下面的遮瑕給帶起來 但好像還好耶 好像法令紋這一條也可以 直接畫在這個上面 嘴角暗沉也是 蠻神奇的 然後當然是要用那個刷具 稍微把它按壓按壓 那我感覺蠻不錯的耶 而且它是那種 就是不太會位移的 就算我這樣用刷具按壓 它是可以是那種原地 原地被按壓的 就不會跑來跑去的 不夠提亮的地方 可以再拿這個筆慢慢加一點加一點 暗沉部分也用這個提亮 這個筆呢 我的色號是用01 就是最淺的膚色 然後它其實還有這種 比較健康一點的顏色 比如說03 所以我就感覺可以拿來遮這種斑點 或是痣 痣可能沒辦法遮到完全不見 但是可以稍微修飾一下 或是一些那種淺的痘疤 感覺也可以用這個筆這樣直接遮 這是真的還蠻方便的 我原本以為可能是一個很激熱的產品 實際一用 好像還真的可以耶 然後又是在用刷具稍微 把它的邊緣過渡一下 我原本很怕就是說這種質地 萬一很乾很硬 然後你可能畫在臉上的時候 下面底妝會被推掉 結果也還好 再來是一個不是性動性 但是因為我最近又有感冒的關係 就很常戴口罩 我只要戴口罩 我就沒辦法離開這個定妝噴物 我這一款真的是噴上去 任何底妝都會增加它的那個 抗膜程度增加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你是要戴口罩的朋友 你就是給我去買這一罐 然後這樣底妝上好 還沒有定妝之前就先噴一層 應該也不是說一層 就是噴好噴滿 我覺得我這樣大概來回了三次吧 然後等它沉沒之後再定妝 然後定完妝這個全妝化完之後呢 我還會再噴一層 就這樣兩層 你的底妝 大家真的試試看 我真的覺得它真的非常有效 可以讓底妝比較不會這麼被磨掉 而且我也真的受到不少反饋 都是說用了這一罐之後 真的底妝變得比較持久 比較不會沾染口罩 大家試試看 再來是一個我最近在試用的腮紅 然後我昨天發現它拿來定妝眼下這邊也是可以的 依然是拿這種直容的小粉撲 然後直接沾取這個腮紅的顏色 我知道畫面上看起來它可能是有點偏淺粉色淡粉色的 這種就是澎潤腮紅 但它其實實際上不是偏粉 我覺得是比較偏淺蜜桃色 我現在想要拿這個就是那種真的偏粉 比較冷色調 然後跟這一顆 你們看這樣兩顆一比較 是不是這一顆就比較偏橘 偏蜜桃色一點 只是它是很淺很淺的這種蜜桃色 大家看得出來嗎 大家也看我試過蠻多這種產品的 然後我就也說過我覺得我自己比較不適合偏粉色調 或是冷色調這種膨脹色放在眼下 就是效果沒有到很明顯 然後反而是那種象牙色 或是像我現在用的這種顏色 就效果蠻明顯的 有沒有 你們看 這邊是不是就很乾淨很膨 然後也有一種就是可以再把眼下再變得更乾淨 因為它這個顏色它也是有點 校色感覺可以再稍微校色一點黑眼圈的效果 然後用在我膚色上面也不會很突兀 其實人家是腮紅 可是我覺得欸這樣用也不錯 它粉雖然有點鬆 但是我覺得還蠻細緻的 所以定妝眼下也是OK 但當然你定妝前還是要稍微把你這個可能已經 遮瑕膏有點小卡粉的部分 稍微把它推開再定妝 對焦容易暗沉的地方 你可以先用這一塊提亮 欸我覺得我今天的底妝 因為我之前試用這一罐的時候 就沒有像今天這麼 你知道 我覺得我現在底妝有點偏 有一點油膩 有一點太有光澤了 但我覺得不是這瓶粉底的關係 因為我之前試用我覺得這瓶就是 蠻正常的 就不會這樣覺得太過油膩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真的這個 妝前這個打底 這個真的很保濕 就是很潤 我現在是覺得有點太潤了啦 你看我這個鼻頭也是 看起來就是額頭 才剛畫完底妝 看起來就已經有點油油膩膩的 乾肌吧 乾肌再試試看 那像我們這種 偏油膩膩膩 大家就先冷靜 那既然你知道我今天就是用一個 比較控油的 白雲拉扣的蜜粉來定妝好了 不然台北最近也是有點 變熱的情況之下 這個底妝我好害怕 這樣底妝我覺得偏 就是比較油潤的時候呢 蜜粉我會先用刷具這樣 大概先鋪過 讓臉上沒有這麼油膩 再去壓更多的蜜粉 因為我怕現在臉上是已經 有一點油油的情況之下 你一次壓很多蜜粉的話 也會怕蜜粉有結塊的問題 有時候這個上妝手法也是要 因情況而改變 稍微確定臉上的這個 油膩的光澤感稍微沒那麼多之後 但如果你的皮膚沒有這麼油的話 你可以這樣薄薄的上一層蜜粉就夠了 但就是如果跟我一樣這種 比較真的油性 夏天很容易出油的朋友的話 就是建議還是可以局部在這種 你特別容易出油的地方 就是直接用粉撲沾蜜粉 再一次按壓 這樣整個底妝的控油持久力 會再更好一些 我覺得定完妝都在古銅色的腮紅 變得好奇怪喔 看鏡子會覺得還好 可是看那個相機的小畫面就覺得 怎麼這個 古銅的顏色有點 那個區域有點太明顯了 用一點修容的產品 看能不能拯救它一下 讓這個側影打一打 會不會銜接的比較好一點 我今天覺得有些色號太深的話 還是不要輕易嘗試好了 這邊臉看起來好像還可以 就是這邊的這一條 感覺比較明顯 再來用同一個修容 把臉印也修一下 感覺今天算是有點小翻車耶 我用剛才那個腮紅 用一點這個比較蓬鬆的刷具 按壓在這個修容的這條線上 沒有是剛剛古銅色的這條線上 拯救一下它 欸好了好像有 可以喔好像有 又比較好一點 嗯好好多了 眉毛部分今天想要來用這個 Espora的它的這個組合 就一邊是眉筆 然後還有這個染眉膏 然後這個色號是那種比較淺的 三號色 它的那個筆是屬於比較偏硬一點 就是顏色不會很濃郁 不是那種很軟的眉筆 是偏硬的 所以畫起來應該顏色會比較自然 嗯這眉筆我蠻喜歡的 原本擔心它顏色會不會太淺 但這樣用起來覺得蠻自然的 這染眉膏感覺很好用 是這種小刷頭的 我蠻意外的 顏色用起來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淺欸 因為我原本看它的 包裝上的顏色看起來很像那種 淺金色 結果我用起來覺得 我是黑髮色用起來好像也是OK的 這染眉膏是不錯用 但我覺得 我最近用到最喜歡的染眉膏 應該是佩莉佩拉的 但它那個染眉膏意外的 蠻難買的 我自己去韓國也有想找 結果都沒有看到 但Olivian都沒有看到佩莉佩拉的染眉膏 所以我還是回來在網路上買的 今天的眼影來用這盤Huda的好了 好久 好久沒有用這種歐美系的眼影盤 大彩盤 好久沒用了 然後這盤也是買了 然後一直還沒有機會用 今天就來用它畫個小煙燻妝容吧 它的配色這邊就是比較大地 稍微暖一點 然後這邊就是有點偏紫色系的 感覺可以看成這樣一盤 像這樣 兩個九宮格的眼影盤 那我今天用這邊偏紫色系好了 先用這個顏色 哇 好久沒有感受到這種歐美眼影的顯色度 先把這個顏色平鋪在眼窩 邊界暈染一下 同一個顏色下眼影打底 再用這個顏色 從眼尾慢慢的往上往前暈染 然後魚粉稍微帶一下下眼瞼 同一個顏色但是沾取非常非常少量 加深那個臥蠶的陰影 再來用這一顆 只沾取非常一點點 然後加深眼尾 然後下眼瞼的睫毛根部 慢慢的往前帶 換一個眼線刷沾取這個顏色 加深睫毛的根部 下眼瞼的睫毛根部也是加深 用同一個顏色稍微勾出眼線 像剛才第一把刷具上的魚粉 稍微加深一下眼窩的凹陷 然後銜接到後面眼影這邊 再來用一顆這種白色的眼影 或者像這個是一個超大的粉餅嗎 想說眼頭這邊用它來打亮 來試試看它這個珠光 感覺就應該會很亮 把它點在眼窩上 哇 就是很亮 很亮 感覺好像很久沒有畫那種比較濃的眼妝 有點想要再用一點這個銀色的 疊一點點 好亮喔我的媽呀 把這個邊緣稍微模糊一下 好今天眼影呢就是長這樣 接下來我就把整個眼妝完成再回來 好今天眼妝就長這樣 真的是好久 感覺真的很久沒有畫這麼濃烈的眼妝 然後我今天假睫毛呢是用 前面上睫毛前面刪出 是用心願先生的雲朵小惡魔 然後後面兩處呢是用這個 塔尖睫毛 然後下睫毛呢是用捷穩的J09 這款式 那大概簡單講一下我覺得 Huda的眼影盤呢就是真的很好用 它就是很顯色 會比韓系日系這種大部分的眼影都來的顯色 就是很歐美的那種 一點點就很顯色很飽和 然後但是也很好暈染然後也很好疊加 珠光我直接用手指頭上就很服貼 然後眼下也超乾淨都沒有落粉 就是整體來講我覺得就是一個 如果你有喜歡這個配色 然後喜歡這種比較濃的眼妝的話 這盤完全是OK的 再來提一下我剛才打亮眼頭這顆 看起來像超巨大的白色眼影 因為它如果真的拿來當粉餅的話 它就真的太白了 除非你是一個就是真的像這麼白的人 要不然正常人應該是不會用到這麼白的粉餅 因為它是那種飽和度很高的 有點像是抓貓的那個白色眼影那樣子 但是我覺得抓貓又再更白 這個稍微比抓貓再低一點點 那它重點是它很便宜 它這個是一個 好像是在小紅書上面 它們是自己是美妝工廠 然後有在賣的 然後我是在小紅書上面買的 然後它的名字叫做青色色彩 超大一塊 我記得好像29塊原民幣吧 反正就是超級便宜 然後我實際上用我覺得也還可以 就是粉質也是OK的 就拿來當眼影是絕對OK的 然後也可以搭配這種比較鬆的刷具 然後要記得抖一下粉 也可以稍微當這種局部的低量打亮 然後筆頭這邊打亮再少一點 總之這顆就是跟抓貓白色眼影一樣 就是那種你要控制用量 用的好 用的位置對的話 它就是有個很好的提亮效果的霧面打亮 接下來我想要用一點點這個 addition的眼影蜜 它是很漂亮的這種粉質色偏光 我想要加一點點在那個 下就是這個臥殘的部分 我還拿一隻刷具稍微把它 突開來 我覺得好像 欸它沒有很亮欸其實 它甚至比這個 Huda的珠光眼影還不亮 它這個算是很低調的偏光眼影蜜 它不是那種超級大亮片的 就大家近看一下 有沒有轉到側面的時候 稍微會有點粉質粉質的 就是有點隱約隱約的感覺 它這個眼影蜜啊 我覺得就是用刷具這樣直接沾取 用這樣點壓點壓的上會比較好上 它那個刷頭一次勾一坨上的話 反而比較容易上得不均勻 慢慢這樣掃亮多次的疊 它就會比較明顯一點 用這種扁的刷具疊亮成 有沒有比剛才明顯多了 我覺得這眼影蜜就是用的好的話會漂亮 反正用不好的話就會有點災難 所以算是那種有一點考驗技巧的眼影蜜 我去整理一下換個衣服之後才來擦唇彩 唇彩的部分今天用Moria這支做個打底 今天想要用的唇膏是這個 Vanatino的他們的 這是什麼色號 126R 它應該是有帶一點玫瑰色調 然後有點灰粉感的這個唇膏 試試看看搭不搭 因為今天眼妝蠻濃的 然後他們家的唇膏我也覺得很好用 就是很滑順很貼 然後它是偏這種霧面的唇膏 可是我從早到晚這樣擦 然後吃完東西很擦幹嘛的 都不會太乾 你可以感覺出來這質地就是很好 應該是有搭的吧 跟這個紫色的妝容 好好看喔 真的好愛他們家唇膏 今天嘴巴好像有點 往外酷的有點太大了 最後不要忘記再噴一層定妝噴霧 而且我就算戴口罩 我都還是會擦唇膏 也就是不管怎麼樣 妝容都會完整 好那今天的妝容就到這邊結束 明明就是一個 要輕鬆的Gare ready with me 然後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3月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結果畫著畫著又很認真地 畫了一個很漂亮的妝容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今天的妝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好期待趕快買到車 然後就可以開車出門啦 掰掰 明星期六 你噴這裡 那還好 看一下 目瞞 我們要視線